哈喽大家好,最近日内瓦越来越冷了 看着漫天飘零的大雪 真的好想喝一碗温暖的鸡汤啊 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做一碗人参鸡汤吧 不仅味道鲜美,对我们的免疫力也很有好处哦 这里我准备了一只比较小的鸡 红枣,几条人参,蒜头,姜片,洋葱和浸泡过的糯米 首先我们在鸡的身上涂一点盐 两面都稍加按摩 接着我们准备一些黑胡椒粒 要整颗的黑胡椒哦 这样可以提取它的味道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喝到非常辛辣的胡椒片 我们把胡椒粒装到一个茶包里面 大概20多颗的样子就够了 鸡肉大概腌制了半小时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过来给它塞一点丰富的馅料了 先放几颗红枣 然后放入整颗的去皮大蒜 五六颗就够了 紧接着就放入我们准备好的人参 这里我用的是挡参 大家可以根据家里拥有的材料进行挑选 现在我们要进行最特别的一个步骤 就是将浸泡了两个小时的糯米 放进鸡的肚子里面 给它填满 在鸡的肚子中加入糯米会让我们的汤喝起来更有风味 最后可以再塞一颗红枣 防止糯米掉出来 我们用一根绳子将鸡的两只腿绑住 这样它肚子里的东西在煮的过程中就不会掉出来啦 将填塞好的鸡放进我们的汤锅 紧接着放进胡椒粒姜片 我们准备好的洋葱 还有一些剩余的红枣和挡参 哇 是不是摆得非常漂亮呢 现在我们可以拿去加水了 加好没过鸡肉的凉水后将锅子放到炉子上 用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后我们可以揭开盖子撇具浮沫 再往鸡汤中加一点米酒 用来去腥和提鲜 之后我们可以转小火盖上盖子 慢慢炖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哇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鸡汤的香味啦 让桌前可以适当的在汤里加一点盐 看 我们鸡的腿捆起来以后 肚子里的馅料一点都没有露出来呢 再来一点葱丝作为点缀 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就做好啦 不够啊 梅里面的糯米 鲜不鲜 好不好吃 吸吸吸吸 试吃 这个是你的汤汤 这个鸡肚子里面的 慢慢往鸡肚子里面塞啊 嗯 今天每次玩的糯米都干嘛 盆里面 盆里面